昨天晚間圓山七賢村淹水讓居民深受天災威脅 到底西州抽水站的運作能否有效抽牌水 立委陳俊宇今天與第一河川分屬至西州抽水站 關切抽水站運作情形 尤其外界關注有關水閘門開關問題 經過我們水里蘇第一河川分屬這幾年的打拚 在這個地方投入金牙超過執行醫生的經費 來建立相關的測試 在我們掲取白水的誘案 是我們管政府所經營的三台飲食性的抽水機 在我們的作案 我們的第一分數 也在去年變的醫生之後 有先開一個三床的白水床 可以讓飲食的這種白水機像雜火做人 就已經都就定位在這裡Standby 並且在旁邊還有開一條粉紅道 最主要就是要讓我們 啓酒白水的水量 可以趕緊排出藍陽客 在它的控制法方面 現在已經正式主動開關的設備 所以不記得關還是提早關的問題 第一河川分屬表示 由於外水藍陽溪高漲 西州抽水站昨天從下午5點關閉到凌晨12點 內水採用抽水機抽水外排 但仍緩不計及 未來目標要興建更大量體的抽水站 來加強抽排水效能 飲食的抽水機當然它在抽的速度不太快 所以我們長久看來這個地方 我們要蒸出的也是 這個固定式的抽水站的設備 之前管政府也已經有初步 過過就是要蒸出 超過6CMS以上的 這種大型的抽水機 來因應這附近所有的排水量 這也是我們長久要來打拼的一個目標 昨天的時候從山上的時候雨量非常大 下了將近1100多毫米的雨量 蠻集中的 所以說造成南洋溪的水位 我們下次就暴漲上來 大概在昨天下午5點鐘左右 南洋溪水位突然漲上來 那我們現在因為我們這個水門的部分 都在今年已經加裝了自動化的水門 所以說包括它的內外水位的監測也好 它的水門的關閉也好 全部都是自動化的 那在水位一漲上來的時候 南洋溪水位一漲上來的時候 這個水門就自動水門就關閉了 那裡面的水就全部靠我們抽水機去做排除 西賢村因為地勢低蛙容易淹水 六部抽水機連夜抽掉了4.5萬噸的水 今天風雨較緩和淹水也逐漸消退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